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关于食用油的挑选和食用技巧 有些食用油适合炒菜,有些适合油炸,有些只适合凉拌 不同种类的食用油差别很大 选对了做菜很香,油烟更少,干货满满 看完视频保证对您有所帮助 按照油纸的来源,食用油大致可以分为动物油和植物油 在选食用油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动物油或者植物油 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两个大种类食用油之间的区别 动物油是利用动物的油脂提炼出来的 像猪油,羊油,牛油等等 相对于植物油来讲,动物油都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是任何植物油都替代不了的 很多菜即使不放肉,用动物油也能炒出肉食的风味 而且其中包含了植物油所没有的营养和热量 小时候最爱吃的猪油拌饭,青菜炒油渣都使用的动物油 但是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动物油中有丰富的饱和酸和脂肪酸 可能不利于人体健康 所以说现在用动物油当成日常用油的家庭比较少 平常做一些菜都是搭配来使用 大家对植物油并不陌生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食用的油基本都是植物油 植物油就是以植物的果实、培芽、种子等为原料 经过压榨或者进出等工艺提取出来的食用油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几种常用的植物油特点特性 以及适合的烹饪方法 第一种大豆油 大豆油顾名思义就是以大豆为原料进行提取的一种食用油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豆色拉油 通常大豆油为淡黄色 看起来清澈透明,没有沉淀物 精致的大豆油在长期储存的过程中 油脂的颜色会慢慢油浅变深 这可能是油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慢慢氧化 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只有一年 所以大豆油尽量按需求购买,不要囤放 大豆油一般采用进出的加工方法 在品质方面不如压榨油 制作成本比较低 所以大豆油一般比压榨油便宜一点 大豆油在烹饪时预热容易起泡 所以不适合高温爆炒油炸 可以二次加工制作成料油、葱油来使用 第二种常用植物油,花生油 花生油的香味浓郁,油体呈淡黄色 色泽看起来非常清亮 用花生油做出来的菜肴香味十足 在家庭烹饪中比较受欢迎 而且它营养比较丰富 胡萝卜素以各种维生素的含量也不低 是一种营养比较均衡的食用油 花生油通常按制的工艺可分为 进出和压榨两种 花生油富含营养更适合炒菜 如果用来炸东西会消耗掉其中的部分营养 而且油烟比较大,所以不适合油炸腌制 更适合用来炒菜 第三种玉米油 玉米油是一种从玉米配芽中提炼出来的油脂 又称为粒米油、玉米配芽油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其油体称轻透明、清香扑鼻 用它做出来的菜肴清爽可口 不容易让人产生油腻感 是一种公认的营养健康食用油 玉米油油烟点比较高、稳定好 不管是快炒还是煎炸都很适合 第四种菜籽油 菜籽油是我国较为传统的食用油之一 香味特殊 在做传统菜肴时 使用菜籽油能丰富材料的风味和滋味 它所含的不饱和酸、脂肪酸 仅次于橄榄油 胆固醇很少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认为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用油 但菜籽油也有一定的缺点 它所含的芥酸比较高 不太适合三高人群食用 菜籽油的油烟点略高 稳定性也比较好 适合多种烹饪方式 但是因为菜籽油中略带清气 在制作凉拌菜时 不适合直接加入 加热后变成熟油 炒菜、拌菜就很香了 第五种葵花籽油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瓜子压榨的油脂 它的颜色金黄 秤轻透明 有芳香的气味 欧美等地很受欢迎 含有大量的压油酸 等人体必须的不饱和脂肪酸 被称为高级营养油 葵花籽油耐热性差 食用于温度不太高的清炒 炖煮等等 不适合爆炒油炸等烹饪方式 第六种调和油 也叫高和油 它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精炼植物油 按照一定比例调配的食用油 通常以精炼的菜籽油 葵花油、大豆油为主料 营养和脂肪酸的组成比较均衡 不过每一款调和油的种类和比例都有所不同 购买时认真观察成分表 按照自身需求购买 调和油基本上适合各种烹饪方法 像煎、炒、溜、炸、凉拌等等 第七种橄榄油 橄榄油是一种价格上比较高端的油 与上述植物油不同 它是一种用新鲜油橄榄瓜直接冷炸的食用油 由于不进行任何加热和化学处理 大部分的营养物质被保留了下来 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用油 橄榄油通常价格比较高 不适合炒菜 更适合用于调限或者凉拌 当然土豪除外 我们在购买植物油的时候 并不是说等级越高质量越好 一级、二级植物油精炼程度很高 油脂中几乎没有什么杂质 但是营养成分也随之流失 而三级、四级精炼程度不高 其中的维生素等物质得以保留 营养价值比较高 所以说选购植物油 如果比较注入营养 可以优先考虑三级、四级 而偏向品质则考虑一级、二级 关于食用植物油还有两点要注意 一是不要长期食用同一款油 这样不利于身体内脂肪酸和营养物质的平衡 在日常生活中 食用油要不定期的变换 以便均衡营养 二是不要购买物美价廉的大桶油 植物油在未开封的状态下 通常保持期为18个月 一旦开封后油与空气接触 会加速其氧化的过程 时间久了会略微有异味 甚至会滋生细菌 闻起来有老油的味道 吃了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不经常做饭 或者人口比较少的家庭 买小桶油更安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于如何选油、用油 您学会了没有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个关注、点个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